我是唐青 我喜欢厨房 我喜欢音乐 对过往的音乐充满怀念 对新生的音乐永远好奇 音乐厨房 让用心的音乐被更多人听见 Just to show you what I'd done 其实这张专辑 我很早就知道我想做的跟以往的不一样 就是不再是爵士或Basanova的风格吗 我就希望能够多放胆的去唱 对希望能够把最原始的情感 不管是喜悦快乐痛苦悲伤 传递给大家 然后我觉得 从上一张专辑Romance 到这张等等专辑 已经隔了差不多两年 我其实都有累积一些生活上的想法跟成长 所以这张专辑会 自然而然会展现多面上自在的Olivia 因为我们大家最熟悉的Olivia 就是唱Basanova 那个很轻柔 很有生活的感觉 巴西 舒性格 对 那个是我们非常熟悉 也是觉得它诠释得非常好的 所以当一个人要暂时不唱 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看成别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如果说你不唱Basanova 你想到你最想唱的是哪一种style 我不知道 其实Basanova并不是自己制造的一个形象 而是在偶然的机会下 当时的经纪人有一个小小的project 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录Basanova 然后我觉得OK 没问题 真的没有想很多 然后就录 好像从那时候开始就流行 这种的曲风 对 好像那个时候在台湾开始 就是不论是在咖啡厅 在哪里 在商店 好像大家觉得最能放松的 Oliva的声音 好像刚好在这种 很轻柔 让人很放松的一个特质下面 就让大家听到了她的声音 但是呢 在出了前面两张的所谓英文专辑之外 她现在出了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你怎么样去琢磨自己的唱腔呢 其实像以前的唱腔 就大家觉得说 哇Oliva好会唱歌哦 但是来唱国语 这是一个新的语言对你来说 你没有开始从头学发音 然后学唱中文歌跟唱中文歌 什么不同 是边录然后边改那个咬字 对 该会是有个正英老师在你旁边 然后要随时的教你怎么讲呢 刚好所有的制作人他们都会 其实他们都有蛮严格的条件 所以对我蛮严格的 就是咬字的方面 所以可能唱一句话是对的时候 感觉都对啊 然后情绪都对 但是如果一个字错一定要从头路 哇 所以是大挑战 一个全新的挑战 真的很不容易 不过呢 我觉得这张专辑 Oliva真的是诚意十足的 把国语唱的可能比我们都还要好 还要更自正腔圆 情感更是非常的到位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在这首音乐 可能让我们还是可以想到 这个很轻松 很生活 很愉快的这首童话 我本来怕 在大热天出门庄都被软化 居然肯陪你在球场上 你本来怕 你本来怕 重回占据你自由的时光 结果还是陪着我吗 我不再忘 不再爱的时候 留山套上窗 学你完全释放渴望 你从折强 慢慢变得温柔 长手动退让 肯为我 走得更容易学会体谅 爱是空话 是回想的音响 把脸角摸过 更冷静卡在身旁 放下的闪亮 爱是桃花 有一样的向往 在夜深的红红 浪漫光向晴光 刚刚所听到的就是 Olivia她在追星专辑等等当中的这首歌童话 其实Olivia算是一个年轻 但是经历非常丰富的一个音乐人 其实你在日本发行过专辑 在新加坡长大 然后也在台湾 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见面 你朋友在这三个地方游走 有没有感受到这三个地方的听众 或者大家听音乐的习惯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的听众朋友都喜欢去看live 现场的演唱会 所以我觉得这点很棒 所以当你在现场演会会不会也压力比较大 因为你必须要跟观众亲自的面对面 而且据我所知 其实你说你是一个比较内向 比较安静的人 可是在live演唱会上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怎么样突破呢 其实最近有办那个 等等love your man步调巡演 然后是以咖啡店比较亲密的环境下听音乐 那想法是 尤其是这一次发的新专辑 不一样的感觉 以这种的表演方式 我可以多了解我自己的听众或粉丝 然后粉丝也可以同样了解我 不管是大的舞台或小的舞台 只要我能够带着我自己的乐手一起表演 我就很期待 虽然我不是很擅长讲话 但是还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舞台上有自信吧 自信自在 对还在学 这个呢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听着Aleah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声音 就那个歌声应该好听之外 也是在这个台湾的歌手当中 我觉得非常少见 这么有气质的一位女歌手 虽然说她觉得自己比较内向 或是不擅长在唱歌时候说太多话 但是考报也是这种特色 应该很多歌迷都会觉得 哇 Oribea好有气质哦 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气质 真的吗 说来听听你私底下 没有气质吗 太好了 是什么样子呢 我是有两种 不是小声 就是很大声 没有中间的 哇 好极端哦 你什么时候会很大声讲话 兴奋的时候 在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可能聊话 然后 突然讲到什么很兴奋的 对 不好吃 I don't know 好吃 好吃的东西 可能就让你兴奋起来 对啊 会 当然会 我觉得很自然哦 哇 这让人好好奇哦 好想要看到她那个另外一面 就是突然大声起来 不会可能会吓到一点 因为 可能这个气质的印象 实在深印脑海哦 不过我觉得在这间中 有一首歌算是 我觉得 哇 听到Oribea大声唱歌耶 我们来听听这首幸福记号 爱像个谜 爱像个梦 爱像个梦 是命名中 在约定的相拥 我总是在某个角落 有一个你 正对着我 在味道 我总是在某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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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某个角落 有一个你 正对着我再回答 他就可以有这样的功力 他就是Olivia 哈喽 唐青你好 你是从小就很会唱歌吗 不然为什么我觉得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在电视上唱歌的时候 就觉得哇 你的歌声为什么可以这么的 有功夫在里面 感觉是练了很久 其实你算是出道很早 是吗 15岁 一开始是跟一个女团体 女生的团体在一起 然后18岁到了日本 二十三来到了台湾 其实应该是受到父母亲的 家里的影响 爸爸喜欢自弹自唱 姐姐喜欢跟我分享她很多歌曲 然后我跟姐姐喜欢带我去看音乐剧 所以就从小开始是喜欢音乐 但是没有说我想要当一个歌手 直到七岁的时候 我在电视上看到Mariah Carey Live Who Why的演出 然后唱完后就得到大家的掌声 万人的掌声 所以我想那种的感觉是应该很棒 哇 这你七岁的时候就觉得你想要 做唱歌这件事情吗 对 而且完全不害羞的 不懂什么是害羞 所以其实她应该没有表面上看起来 没有 长大后就有害羞 哇 这个所以小时候跟长大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吧 不一样 就可能进入过一些东西 你就会注意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 想要回到以前的自己小的时候 也不太可能 但是你也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然后主要就是找到拼拼点 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小孩子 就是他们哭完生气完一下就忘记了 或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就是他完全没有感觉到说别人在看他要紧张 他就是做自己 然后唱唱天唱那种东西 我觉得如果 因为大人也可以 就是你要忘记别人在看你 或不怕别人在看你这件事 其实大人也是小朋友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坐到 那样子不怕的站在舞台上面唱歌了吗 还是会紧张 上台前还是会紧张 像你这一次开始到咖啡厅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喜欢咖啡厅的地方 非常多咖啡厅 在这样一个小小场地唱歌面对听众 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蛮可怕的 因为很近的可以看到他们的脸 对 他们的表情啊等等 但是那么亲密的演出 听众一定希望能够跟你有交流 就是多了解你 讲话 他们都希望有这些东西在 我们要说一些什么吧 好想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的心情 对就介绍歌曲或自然 我觉得就自然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 其实站在大舞台上很可怕 其实我觉得真的比较可怕的是那个 非常近距离 可以看到每一张脸的时候 就一张脸就有两个眼睛 然后那个十张脸就是二十只眼睛 那个感觉可能比那个 模模糊糊看到所有的人 那个感觉还要更紧张 对 我觉得咖啡馆也是一个 很亲密就是好像不那么商业化的地方 对啊就是 我觉得是有技巧 多放得开就就轻松了 而且其实听众朋友们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他们其实蛮大方的 对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在舞台上 做错什么还是讲话不逊 但是他们都蛮 其实很大方 对所以就告诉自己也没有什么 可以就是很怕 我一直觉得在咖啡厅唱歌应该是一件更轻松的事情 打破那个舞台 台上台下的差别 跟观众可以更近的距离 在这次的战云当中 Olivia其实有尝试用中文创作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她有创作歌词的 我在想再回来跟她聊聊 你威胁我说要离开我 跟我说告别你不要我 每一次沟通一样的结果 但你总是给我你的脾气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我也跟你说再见吗 我想我已经是真的受够了 我让你走了 我在想找到几大星山的鞋 我在想找到问题 我在想找到 我不要再念想最绝不属于我的就当它去 我在想找到 如果都觉得才会天晴 我在想找到梦里甘心 我在想找到 我会有个新的开始 我终于看得开这些事情 刚刚所收听的就是 Olivia的最新专辑等等当中的 我在想 这张专辑当中呢 有尝试自己的创作 还有中文的写作 看得出来 Olivia真的是很努力的 要把中文说好 然后用中文来表达自己 你在学中文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求饰 尤其你要 必须要开口说话 又必须要开口唱歌 在一个不是你的母语的地方 就是喔 可能之前上一段专辑到大陆宣传的时候 那有记者问我 你有什么在专辑里的歌曲 你有好像 他用的词是拿下歌曲 拿下来的拿 你有拿下 拿下 对 我以为他说是删掉的意思 然后我说没有 拿下的意思其实是 就是掌握得到 嗯 这个礼物也不懂 好难的中文耶 我 OK 像他们用国语说 我会说 不散不见 不见不散 对 哦 不错啦 可以讲像成语这样子 求得还还好 我觉得OK 这张专辑 其实喔 Olivia还有一支 她自己的创作 叫做Wonderland 其实在这个专辑 也是一首跟其他的音乐的味道 非常不一样的一首歌 你觉得哇 其實Olivia可能也是一个 蠻另类的人耶 Wonderland 你自己的创作 嗯 其實 這一次修路的歌曲 的編局上 一开始 當然沒有說是 固定一定要是什么 都是 很自然 歌曲需要什么精神 就能盡量的去付出 那刚好Wonderland 我以前的灵感就是 想要做一个 不一样的 的东西 用电音乐 来做編曲 因为那时候 我在听Berg 冰岛的歌手的音乐 李玉 跟Radiohead 嗯 电台司令的歌曲 都是非常另类 跟搖滚的类型歌手 就很好玩 也第一次尝试 嗯 所以Olivia 對妳來說 唱歌跟創作 這兩件事情 妳會希望未來 有更多的創作嗎 當然希望 嗯 因為對我來說 從下一張Romance專輯 到這一張等等 才算是我開始累積 自己的作品 嗯 所以如果自己能夠 在社會上有豐富的 一些經驗的話 就可以繼續寫歌 嗯 大家來聽聽這首 真的很不一樣的 Wonderland 字幕志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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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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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